在经历过地震创伤的四川 慈济原住源源不断 在绵竹彭花村的慈济服务据点 志工发现这个令人心疼 有赞叹的小男孩 张勇才六岁 妈妈在地震中罹难 爸爸重伤住院 他和爷爷奶奶三个人 挤在一个简单的帐篷里 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 而这一餐的生活 张勇从自家村庄 走了50分钟10公里路程 来到彭花村的慈济服务据点 当志工发现张小弟弟他的困境 复位接着来 张勇从一开始的惊恐悲伤 也转为露出了开朗的笑容 大大的一个慈济便当 六岁的张勇小弟弟 不到五分钟就吃完 从慈四村过来 我一个人走路 你昨天有没有吃饭 你吃饭 爷爷有没有吃饭 有 奶奶呢 没有 都没有吃饭 张小弟弟二的肚子 从十四村走到十公里外的彭花村 寻找慈禧志工 他吃饱之后 眼神中依旧满是惊恐悲伤 这次地震死吗 我妈也打死了 张小弟弟的妈妈被倒塌的房屋压死 爸爸受到重伤 送到治疗 他跟爷爷奶奶三个人 即在一个简陋的帐篷内生活 此一志工知道后赶紧去关怀 从彭花村到十四村 需要五十分钟的脚程 治工们一路牵着张勇过来 大手拉小手 一行人走过一尖尖倒塌的房屋 终于在一处帐篷 找到了张勇的爷爷 在治工教导下 张勇把慈禧便当献给爷爷 说爷爷吃饭 三个热腾腾的便当 一个给爷爷 一个给奶奶 还有一个给张勇肚子饿食可以吃 他在排队领餐的时候 是很惊慌无助那种感觉 然后他拿不到 没有拿到餐盒的时候 就大哭了 那等到他再吃饭 吃得好急 吃完饭他就会笑了 那看那么多人陪他过来 他也很开心 哇哇 好朋友 张勇最火笑个不停 他还靠在爷爷身旁 对着镜头摆pose 张勇和爷爷的帐篷 搭在家园的废墟之上 也在他们种的核桃树下 因为爱 原本孤独悲伤的祖孙两人 对明天有了更多的希望 慈禁赈灾团 张哲仁要学进四川免族报道 好 慈禁赈灾团 四川爱的接力 已经迈入了第七团 除了因为工作需求 向每一位志工呢 其实都是自费又请假 向慈禧志工 罗明县去了又回 回到台湾又再奔去四川 另外 大上海的慈禧志工 邱宇芬 则是从第一梯 五月中旬就留到了现在 而如果是夫妻党 由于家庭因素 会运用轮替的方式 争取进入灾区 比方上一团第六团 红红点医师来议诊 这一梯第七团就换他的太太 刘美丽来 不错是为四川受灾民众服务的机会 互相核实道感恩 他们是任医会夫妻党 红红点跟刘美丽医师 两两分别承担了第六及第七团 四川的医疗服务 为了要顾家业的关系 那我们两位就轮流 那我上一梯 那他就接着下一梯 刘美丽医师 冲冲跟先生红红点做了交接 立刻接续先生在鹏花圈的疫诊服务 夫妻两人 一个回台湾 一个继续留在四川 假业置业 全都顾全了 现在的灾害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有这份的能力 我们尽量来陪伴他们 来照顾他们的健康 另外夜听后的医师的太太 也在先生承担第二团后 延续爱的接力 而这位来自大理医院的陈品范医师 才陪完太太 坐完月子 就立即出发到灾区 我们就是尽我们的所能 把他们在医疗上做最大的护卫 其中最远的是从美国来的许明章医师 所办的台包镇才刚拿到手 他随即放下手边工作 进入落水永兴公寓议诊 前一天我才拿到签证 所以回到这边的时候 跟上人讲 上人很辞世 就说你可以去 所以我们就临时决定来了 不管哪里发生灾难 来自世界各地的慈禁人 会立即归队深入灾区 一起承担爱的复卫节力 此期徵灾团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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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